他只覺得他一天吃了一千五百大卡 然後我就說 你沒有算他有嗎 他就說 蛤 怎麼有 就是他完全忽略這個東西 那個 你看那麼多減重病人 我想問一下減重最重要的原理是什麼 減重最重要的原理我想一下 其實很簡單 就熱量赤字 熱量赤字 熱量赤字它其實是一個很好理解的概念 但是就很難做 如果很簡單做得到 那大家就都輕易減重 就都不用什麼減重悶症 熱量赤字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身體本來就需要熱量去 維持一切的機能 所以你可以想像說 其實這個熱量 你需要這個熱量去維持身體的機能 所以今天 當你吃下去的熱量 大於你消耗的熱量 那多的熱量會怎麼樣 多的熱量它不會貧困不見 它當然就轉化成 你的脂肪 你的肌肉 通常是脂肪為主 所以你就是會變胖 今天假設 你吃的熱量少 然後你日常生活 你所消耗的熱量又比較多 那些多出來消耗的熱量是從哪邊來 當然是從你身體的 骨體脂肪 肌肉 肝糖分解出來 所以你就會瘦 所以熱量赤字的原理就那麼簡單 你只要吃下去的熱量 去小於你消耗的熱量 基本上你就會瘦 但是講得很簡單 做到很困難 所以只要看熱量就好了 對 沒錯 熱量就是減重 最最最最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那如果說我吃麥當勞 可是我控制我的熱量 小於我的 每天消耗的熱量 這樣會瘦嗎 吃垃圾食物 達成熱量赤字 會不會瘦 這個問題非常好 會瘦 答案是真的會瘦 這其實也不是我口說無憑 大家可以去看一個CNN的報導 其實美國在2010年 有一個營養學教授 他為了把這個熱量赤字概念 說服大家 他就親自做了一個實驗 我把連結放在下面 那這個教授呢 他那個時候是一個過胖的體重 然後他就展現給他的學生 他就說 我從今天開始 連續十天 我每天都吃垃圾食物 只吃垃圾食物 就只吃什麼奶油蛋糕 只吃什麼多力多汁 什麼原型食物他都不碰很猛 就這樣子 連續吃了十天 然後他每天熱量算得很精準 因為他是營養學教授嘛 所以他每天的熱量 吃的不超過1800大卡 因為他那時候很胖 所以他一天他消耗的熱量 基本上一定是大於2000 所以他就是靠吃垃圾食物 但是他每天都達成熱量赤字 他每天都只吃 小於1800大卡的熱量 結果連續十天 他瘦了12公斤 超猛的 所以他從一個VMI超重的人 然後每天吃垃圾食物 吃10天 越來越瘦 結果瘦到VMI正常 而且他這10天之後 他去抽鞋 發現他的鞋脂 他的膽固損都改善了 對主要原因不是垃圾食物 主要原因是他變瘦了 雖然說他這個實驗 做到這邊就是跟大家講說 熱量赤字多麼重要 但我還是要跳出來提醒大家 我不建議大家用這個方式減重 對因為這個方式減重 他雖然說真的可以減重 因為你有達成熱量赤字嘛 但是他會有額外的問題 例如說你每天吃熱量食物 他可能會讓你身體發炎 他會讓你身體的自由基增加 他反而會增加你大腸癌的風險 對所以雖然說他減重了 他的鞋脂 三酸鋼脂 膽固醇改善了 但是因為他每天吃垃圾食物 但是他反而會有其他的風險出現 對所以我還是建議大家 不要吃垃圾食物減重 這個實驗室是跟你說 今天管你吃什麼東西 你吃垃圾食物也好 你吃健康食物也好 其實重點就是熱量赤字 只要達到熱量赤字 因為這個就是一個熱力學 就是一個物理學基本原理嘛 因為你吃的熱量就是小於你消耗的熱量 所以你就是會減重 等價交換 對等價交換 對只要你吃的東西少 吃的熱量夠低就是會瘦 但是為什麼我們常常講 原型食物還是比較容易會瘦 主要是因為原型食物 他可以造成比較多的飽足感 因為你自己去試試看 你去吃垃圾食物 你想要吃每天小於1800大卡 你一天只能吃一點點 一塊蛋糕 一塊蛋糕可能就500大卡 在另外一盒多利多汁可能就1500大卡 你可能只能吃凍凍凍 小小的三個東西 你一天就只能吃這些東西 所以這個這樣子的 垃圾食物減肥法是 非常難以執行的 因為大家就非常容易就吃超標 所以我們為什麼 一直建議大家不要吃加工食品 不要吃垃圾食物 是因為那些熱量真的隨便吃下去 就會容易超標 你就是瘦不下來 但是假設你可以像這個營養學教授 你真的可以很精準去算熱量的話 那你吃垃圾食物 你只要有達到熱量知識 你還是可以瘦 因為他的時間就已經那麼明白的高速 營養學教授可以吃到那種東西是 壓力也是蠻大的 他可能是為了要執行這個時間才吃那麼胖 這個前因後果就不知道 水好深 但好像有些人 他吃東西呢 有達到熱量知識他有去算 可是他還是瘦不下來 是為什麼 啊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問題 對 我的減重門診 也真的不少人有問到這個問題 他就說 雖然你就講熱量測試 你講那麼簡單 我都砸成熱量測試 我還是不會瘦 我喝水都會排隊 我們三人常常遇到這些問題 那簡單來說 我目前啦 至少我看到目前 我看了那麼多減重的人 你說你達到熱量測試 你卻瘦不下來 我最後分析的結果都發現 根本就沒有達成熱量測試 對 就是計算錯誤 其實我可以跟大家講一下 為什麼會計算錯誤 其實最重要 大家第一個會計算錯誤的點 就是你太低估 你吃食物 攝取下去的熱量 我跟大家舉個例子 這是我上禮拜遇到的例子 他就跟我說 他不相信熱量測試 他就說 我每天吃東西 我真的都有計算熱量 可能都只吃什麼1500大卡 就是熱量測試啊 但是我就是不會瘦 然後我就說 好 從現在開始 你拍你的東西給我看 對 我就親自幫他計算 後來發現他的 謬誤俗在哪裡 因為他為了要精準去計算熱量 他每餐都去吃自助餐 對 所以他就去計算說 我今天高麗菜吃一份 豆芽菜吃一份 然後什麼肉類吃一份 他真的算得很準喔 但是他忽略了 自助餐裡面的油 他油完全沒有算 對 你這樣算起來 當然會熱量測試啊 對 因為自助餐 大家去吃過自助餐 因為自助餐通常吃高油嘛 對 他們也會用很大量的油去掃 所以就算你加那個自助餐的菜 其實你攝取的油量是蠻高的 對 但是他完全忽略這部分 他就去算說 欸 這份高麗菜 他去查說 喔 這個100公克高麗菜幾大卡 欸 一點點而已 喔 這個菜一點點而已 這個菜一點點而已 所以他這樣算一算 他只覺得他一天吃了1500大卡 然後我就說 你沒有算他油嗎 他就說 蛤 什麼油 就是他完全忽略這個東西 對 所以 這是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就是一個人他去吃自助餐 但是他完全忽略了 自助餐裡面的油量 我就請他說 你下次去吃自助餐 你試試看 你把那個菜 放進去水裡面 他上面是不是浮一層油 對 他就發現 欸 真的浮 超多油的上來 對 後來我就跟他說 你要把這個自助餐 吃下去的油算進去 他算一算他就發現 啊 超飆的 原來自己沒有達成熱量吃汁 所以老實說 大部分你以為達成熱量吃汁 卻沒有瘦 其實原因就是你算錯了 你可能忽略掉 第一個就是像我們這種講的 油量你會忽略 再來醬汁 我覺得醬汁也很容易忽略 譬如說你吃一些飯 一些麵 你萬計上面的那些醬 那些醬裡面都有什麼添加糖 添加油都有 或者是你吃一些加工食品 你以為熱量很低 只有五十一百大卡 殊不知那個是兩三百大卡 很多都是計算錯誤 所以計算錯誤 你當然就以為 你有達到熱量吃汁 但是其實沒有 你其實是吃超飆的熱量 所以這是最常見的原因 第二常見的原因就是 其實你的代謝真的比較差 那這個代謝比較差 其實他的人數很少 我指的這個代謝比較差 是牽涉到內分泌相關的問題 例如說假裝天底下 對 所以為什麼就是 來我這邊看點鐘 我一定會幫他抽解 第一個一定要去看一下 他假裝腺有什麼問題 因為真的 有少數人 他們就是有假裝腺低下的狀況 假裝腺低下就跟假裝腺抗性 它是相反的 假裝腺低下的人 他就真的 他的代謝就是會特別差 他就是會特別容易胖 針對假裝腺低下 你當然不是叫他用節食 叫他去用這個什麼 熱量吃汁法來減肥 如果是假裝腺低下的人 那第一步要做的 當然是先補充假裝腺數碼 讓他假裝腺的功能 先恢復正常再說 所以在減重上是完全另外兩條路 所以第一個就是熱量計算錯誤 第二個就是你的代謝真的比較差 就是牽涉到一些特別內分泌的狀況 像是假裝腺低下 就有可能會造成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就是你以為達到熱量吃汁 但其實沒有 那簡單來說就是 不管是初賽 你飲食端 還是你的能量端 就是你計算錯誤了 這是目前看到最常見的一個 謬誤發生的原因 所以其實大部分他說 他計算出來熱量吃汁 結果都沒有瘦 然後我幫他算完之後 才發現說 他們其實大部分熱量都吃超標啦 所以其實簡單來說 只要你計算正確 你有達到熱量吃汁 你的體重還是會慢慢下來 那哥要不要簡單教一下大家怎麼算 其實大家可以多多利用這個便利商店 因為便利商店其實他幾乎每一種食物 他都會寫他熱量是多少 然後我覺得便利商店 你只要食物看多了 你會有一個基本的sense 譬如說你去拿一塊雞熊肉 你去看一下他碳水多少 他蛋白質多少 他脂肪多少 那最基本的算法就是 碳水化物就是 1公克4大卡 脂肪1公克9大卡 然後蛋白質也是1公克4大 譬如說你可以先去看 雞熊肉 你可以去看生菜沙拉 然後再來你去看一下熟食區 那些什麼 會飯 什麼凍飯 什麼炒飯 什麼健康餐 他們的碳水 蛋白質脂肪 各佔了幾克 然後去乘以4 乘以9乘以4 加起來就是他們的總大卡數 其實我覺得你從便利商店的食物 多看起 你就會對一個食材 他到底是碳水為主 脂肪為主 還是蛋白為主 你就會有一些些概念 對其實因為 你很難去記說 豆腐什麼一塊到底是幾大卡 這個東西很難記 但是我覺得你 食物看久了 你就會對他 三大營養素的組成 比較有概念 那你就會知道說 那樣的食物 他是蛋白質含量偏高 碳水跟脂肪偏低 這種比較健康型的食物 你就比較會去挑選 你就自然而然 比較容易吃出熱量吃吃 所以我覺得 如果大家要學說 一份食物 他的熱量 到底怎麼算的話 我覺得大家從便利商店先去看 看熟了 你真的會有個概念 我現在大概看一份便當 我就知道這個便當 可能是四五百大卡的 健康餐便當 還是他會吃到七八百大卡 其實我一看就會知道 所以其實我覺得這個是 需要練習的 但重點就是大家去計算的時候 真的不要去忽略一些添加糖 添加油 我覺得你忽略那些東西 就真的很容易會算錯 你就自以為吃很少 那其實越吃越胖 這是非常容易發生的事情 只要達到熱量吃吃 你就是會慢慢瘦 然後只要你吃超過你需要的熱量 你就是會慢慢變胖 所以食物這部分大家要努力的算 那另外一部分 大家就是鼓勵大家多多運動 因為多多運動 它就是增加我們消耗的熱量 所以你多運動的狀況下 其實你也會加快你減重的速度 你也會讓你減重的過程更健康 增加你的肌肉量 去減少你的這個內臟脂肪跟體脂肪 所以其實飲食跟運動 在減重的過程中都很重要 但是如果說這兩個要挑一個 我覺得飲食更重要 但是如果能夠加上運動 那再好不過 20秒廣告時間 要有時間說雙11活動開跑啦 雙11期間全管保健品單件79折 全年最優惠 而且買就抽50萬現金 還加抽iPhone16 Pro Max 等價值超過11萬元的大獎 而且那麼優惠的情況下 除了我的優惠卡 Bluepic再打九五車 一年補貨 就趁現在了 趕快去逛網看看吧 好了那這裡就差不多到這邊啦 那總之因為最近也蠻多人問我 熱量吃吃相關的問題 因為現在網路上其實也有分兩排 但大部分的醫生營養師都支持熱量吃吃吃 我的確有看到少部分的醫生營養師 他們對熱量吃吃提出了質疑 那我只能說以目前的科學證據來講 熱量吃吃基本上還是硬道理 它還是正確的 那真的我的經驗來講 你說熱量吃吃不對 大部分真的就是計算錯誤 其實大家就是多去了解自己吃的食物 然後他們的熱量大概多少 其實久了你就會有一個概念 就越來越可以達到這個 輕鬆減重 輕鬆不負棒的目標 那總之就是分享這部影片 給更多人知道 也支持我的各種東西 我們就下集再見 大家掰掰